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特别好吃的做法 不用炒也不用煮 做法特别简单 而且颜值非常高 用它来招待客人非常有面子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根据家里人数准备适量的鸡蛋 把鸡蛋打入大碗里面 我这里一共打了9颗鸡蛋 然后把蛋黄过滤出来 放进另外一个碗里面 这个蛋黄比较腥 我们往里面加入几滴白醋去一下腥味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散 搅拌均匀 防一旁备用 接下来往蛋白里面加入适量的水淀粉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至淀粉完全溶解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准备一把干木耳放在碗里面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浸泡一下 准备一根洗干净的黄瓜 去头去尾 然后用刀把黄瓜拍碎 再把它切成小块 这样会更容易入味好吃 切好之后放到碗里面 准备几斑大蒜 先将它拍扁 然后切成蒜末 放在碗里备用 准备一小块生姜 生姜先切片 然后改刀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小碗香菜 将它切成段 切好之后放在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木耳已经泡好了 将它洗干净之后 撕成小朵 放一边备用 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开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 把准备好的菠菜 下入锅中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驱除草酸 约焯烫30秒 就可以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而且颜色更翠绿 接着把木耳放进去焯一下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几滴白醋 白醋可以使木耳煮得更软 焯水约三分钟 把它捞出 过一下凉水 平底锅里面 刷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我们先把蛋黄 倒入锅里面 把蛋黄液摊平之后 盖上盖子 开小火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煎至鸡蛋表面定型 然后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继续焖两分钟 时间到了 这会儿我们可以 给它盛出来 放到一边晾凉 接下来把蛋白液倒进去 盖上盖子 同样是开小火 焖两分钟 煎至表面定型 翻面再焖两分钟 后来我们把蛋黄饼像这样 先切成宽条 然后改刀 切成菱形片 像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我们把蛋白也给它切成宽条 再切成菱形块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下面我们来调个料汁 把刚才切好的蒜末和姜末放入碗里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 三勺生抽 两勺陈醋 一勺辣椒油 最后加入少量的香油 充分地搅拌均匀 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把拍好的黄瓜倒进去 木耳也加进来 菠菜加进来 蛋白和蛋黄也同样加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香菜段 最后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再加入一把熟的花生米 然后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哇 现在就能闻到香味了 看起来真的是太香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看一下 鸡蛋这样做颜值真的非常高 而且口感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黄瓜的口感也是非常的脆爽 木耳也非常的入味 夏天天气炎热 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盘 过年过节招待客人 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成本也是非常的低 做法也很简单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转发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精彩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